大家好, 政治揭露, 喂, 大家好 我錄了一天, 10月6日晚上 首先呢, 今天有件大新聞 其實昨晚11點 晚上, 最晚上的時候才出來的 就是, 我做了B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出這個新聞 就是说教局把一个黄色的老师停止他的教师注册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其实呢 无论我讲什么也好,讲正经事先 请你支持我,去做订阅,分享,留言,赞好,按铃铃 不要miss我的视频 也有些网友反映就是说 我的视频呢 就整天出完之后没有人提的 之后呢,后两天呢,可能才找到 我都知道的了,被打压 但是讲回正经事先 首先有一家叫九龙堂的酸道小学 有个老师散播港独讯息被取消教师注册的资格 那么呢,告诉你,他在做什么呢 我看电视也看到的,很简单 就是说,老师 在学校里呢 就以言论自由之名呢 就在对一些小五学生做过教案很详细 用了好二十多三十分钟呢 介绍香港民族党是什么来的 里面在做什么 接着很引导性说 他是不是言论自由啊 可能他写的时候呢 就说到,都可以支持香港民族党 可以不支持 那接着呢 就写下去是这样 但可能在现场教会就叫他 哎呀,共产党多坏啊 不让香港人港独啊,侵蝕我们的自由啊 这样 可能直接说就说这些东西 这个教会呢,就写到无名的可 但其实已经是有引导性 因为一个非法组织 已经被取缔了 你用这么多空间去说 香港民族党里面的宗旨做什么呢 对那些小五学生 喏 今早来说呢 就是说 昨晚爆了一件事 教育局就没有真正解释 如何炒 接着呢 林郑就今早冬出 杨润雄 叫她要开记者招道会 喏,我会觉得就是说 喂,那 那这些东西是你林郑 和杨润雄之间的东西 你用什么公开说呢 你叫了杨润雄就去做咯 喏,两个可能性了 杨润雄呢,原来就不肯听你啊 如果杨润雄不听你林郑的话呢 麻烦你林郑就炒了她 换了人 我相信教 教联会呢 肯定有很多很好的人 譬如说邓飞啊 或者其他 有些很好的人呢 可以 取代 杨润雄 又或者呢 他的副局呢 可以坐正 不需要杨润雄了 如果他不听你话 要不就是你这样公开说呢 就为了射播 哎呀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我现在叫了杨润雄公开说 要解释的啦 这样 杨润雄 终于有行动 去动这些黄老师呢 我某个程度上 是应该呢 是去赞他 但是杨润雄呢 动完那些黄老师之后呢 好像 就是 他可能想逃避 就是他搞港独啦 所以他就动啦 动完他就想不解释啦 他想不解释 就可能变成一只锅啦 给那些黄老师去 搞 就是要骂共产党啦 当然是这样啦 是不是呢 那现在呢 林郑就不想摸摸 就推回到杨润雄那裡 是不是 表面好像是这样啦 无论如何都好 杨润雄就解释完 原因就是 他说以言论自由之名呢 他用这么详细 去解释 香港民族党呢 他觉得这个是宣扬港独 因为 用了太多时间 去解释这个港独组织里面是什么 原本不懂的 很多香港人都不懂香港民族党啊 一个非法组织 你用这么多时间介绍就是你有问题 接着呢 宣度会呢 就去包庇啦 有两个宣度会的 一个叫宣度联会啦 可能你平时见到很多间的 可能很多地方 可能在小小的楼上 小小的那些教会 或者不宣都是在楼上的 不宣有近一万人 另一个呢 叫做九龙堂宣度会 九龙堂宣度会 九龙堂宣度会呢 就战前已经来到香港了 首先就是这么说 那么 宣度联会呢 就战后才来到香港了 那两个不同 那么九龙堂宣度会呢 通常呢 就拿到很多办学权的 我只是告诉你 事实是这样 是不是 宣度联会比较少一点的 那么呢 现在呢 就说九龙堂呢 宣度会呢 拿了一些办学权呢 拿来这样去搞港独 所以呢 教育局呢 都开始谴责教育校了 真的就是这样 是不是 我个人的立场呢 就认为 应该取消所有宗教的办学权 我觉得可能佛教 可能恐教 可能是没有这些港独问题的 不过我觉得 一律公平啦 因为现在呢 香港很多宗教机构去办学的时候 你不排除 他们是搞港独的 亦都无论说 你说我们歧视西方宗教 虽然我是一个骑徒 但是我认为 哈 宣度会这些在美 扎根于北美的 的中派呢 始终是替 美国呢 散播一些异端 圣经是没有民主的 但是他们把民主 当圣经真理传播 他说了 共产党没有搞民主普选 所以呢 就不是一个 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 不应该生存的 一个暴政啦 所谓 是吧 就是说这些东西啦 是不是 但是我反过来就说了 美国这个民主政府 在近几十年 杀了多少人呢 是吧 遗基解密 怎样拍美国 怎样那些人去伊拉克残杀 强奸啊 怎样攻进去阿富汗的残杀 强奸啊 是吧 就是做尽坏事 近这十几十年 就更加流行 就叫做颜色革命 那就搞到别人的国家 不生不死了 乌克兰那些 就信民主了 那就推翻了政府 但是呢 搞到跟隔离俄罗斯的关系很差 那些经济一落千丈 那最后呢 那些女人走了去做妓女 那样 烏克兰那些女性呢 很出名的 叫欧洲子公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因为相信民主这两个字而已 是不是 咯 中国呢 就不拜这一套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呢 以现在它的制度呢 令到大部分人都脱贫 所有人 今年之内 一定是所有人都脱贫 大家有高铁答 有饭吃 有衣服穿 有车炸 有车炸 而且是电能车 甚至可以懂得无人駕駛 那我觉得 这个政权还可以说些什么呢 你只有一句民主 就可以说共产党是暴政吗 民主也很多暴政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 问题是现在这些黄色的学校 是在害我们香港人的子女 那我觉得呢 应该取消 基督教 天主教的办学权 又会得罪梵蒂冈 那就得罪了 咯 梵蒂冈 他叫我管得住啊 陈日君吗 陈日君就是在香港搞港独 是不是啊 咯 讲完这些之后呢 我就讲一下 其实 泛民的反应了 泛民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教协立刻搞众筹压钱 是啊 全盛众筹 被DQ老师 那个被DQ老师就是港独老师咯 是不是 立刻骗钱 不过我想起骗钱呢 我立刻想起了黄之锋 黄之锋 黄之锋经常玩众筹的 那些人就说 黄之锋众筹的钱去了哪里呢 原来黄之锋众筹的钱就是去爆房 红衣的女儿呢 就进了一间五星级酒店 22个小时就很厉害 砌得爆 原来众筹的钱是用来砌的 就好了 是不是 泛民 我以前叫民主党做叫鸡暴力大话党 那现在呢 其实可以叫教协啊 叫其他泛民的组织 叫黄之锋众志 全部都是叫鸡暴力大话党 一是鼓吹暴力 二是说大话 民主党最经典的就是林子健 那众筹 诈骗 叫鸡 民主党和教协 就跟黄之锋一样 众筹的钱 拿来就给他们那些 叶建元啊 冯伟华那些 拿来怎么用啊 那你们最捧黄之锋的嘛 黄之锋就是这样用咯 就是这样咯 不是怎么样 不过呢 这个图 不是我做的 呃 香港支部就说 有二百多个case 我昨天看报纸说 有二百二十二个 可能还有更多的 只有一个取消注册 那是不是你 楊潤雄 只动一个 其他放山呢 一个都嫌多啊 那你林郑 那我真的不敢说 骂死了 林郑 是真的那么坏 但是 教育局 她遮遮掩掩 那样 好像很不愿意解释 那 其实真的令到我们很质疑 不骂那么多林郑 就是希望呢 这些二百二十几个 这些黄老师 战炒主宅 就是 你不会说不公道的 你害人的子女去搞港独 害到他们 有刑事案底 你的黄尸呢 捉到是应该要杀的 还慢慢警告啊 蛤 你害人一世的 那 数多几个 有人做图了 她说 性工会 木外小学的 胡永豪 原来也是搞港独 就 各位同学 跟着老师冲 这支旗 我不知道这支是什么 是不是姜独旗 总之 我叫胡永豪 是木外小学 性工会 又是宗教学校 所以我不是说 要取消这些学校 就是办学权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跟着 有个中学校 李日成 他就说 要改变学生 改变学校 才要改变老师 老师 究竟有多少人不明白 为何要制定国安法呢 老师为何要怂恿同学 罢课示威呢 为何会这样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个呢 李日成呢 是牧师来的 好像在说人话 但是立了国安法 才出来说人话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仍然呢 就会说 其实我随便找几个图 正正反反都是那些教会中人 我就觉得最直接的呢 就把那些基督教办法 收回去 就算我是基督徒都 我也是这样认为 因为 那些教会是黄的 是不是 你还找他们去 去教你的小朋友 是不是 那个可立中学呢 有个老师呢 就说英国 为了消灭鸦片 才发动鸦片战争 可立老师有个这样的人 那这个老师死了没有呢 杨烨红又说私隱的缘故 林郑又说呢 这个呢 进了法律程序 喂 803王你打官司 喂 那些是公帑来的 你现在公开了 那些黄老师的名字给我 就不用打官司了 你林郑为什么 你不去英格 其实你是掩护一些黄老师 嘛 你做这么多戏 去装模作弱 但是你原来 你仍然告诉那些记者 你会用钱和803 打官司嘛 喂 如果不是你 林郑找一些黄老师 去开个课程检讨委员会 接着就说 通识科必修必教 必修必考 那那些黄老师 哪有机会在课堂教港独呢 你林郑做这么多东西 看上去好像在骂黄老师 但是你仍然容许通识科存在 要必修必考 你已经在纵容港独了 黃之锋这些是什么人 除了他家里 教坏他之外 某个程度上 都是这些 香港这个学制 教坏他 现在呢 他就变成一个诈骗 是吧 去爆房 是吧 爆完 拿了钱去爆房 在房里面爆20多个小时 都是香港教育失败的 他也是一个年轻人 九六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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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不是要拖下去呢 你林郑做事就是这样 你好像疫情那样 又被泰国人进来了 惹到烂了 又去开酒吧 你不是马上去改 去收紧 继续的人在酒吧里面 又去找吃 又到处惹 你哪一件事做得似的 林郑 不过 骂你又说我反共产党 但是梁振英 803和林郑 不同立场 我支持梁振英 还是谈林郑 我支持梁振英的时候 没办法不骂林郑 是不是 我要求公开 那些王老师的名字出来 你林郑干什么事 想法律程序我不讨论 浪费我们公帑 先说这么多